截至巴黎时间4月19号10点 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达到了3167041例 死亡病例达到567217例 美国人口占全球人口不到5% 但死亡病例数占全球的约19% 18号美国报告单日新增确诊病例41867例 单日新增死亡病例315例 印度卫生部1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 印度单日新增确诊病例273810例 再次达到新高 目前印度累计确诊病例超过1506万例 日本大阪府18号报告单日新增确诊病例1220例为新高 当天日本报告单日新增确诊病例4903例 19号韩国报告单日新增确诊病例532例 其中绝大多数为社区感染 18号美国明尼苏达州 布鲁克林森特市警察开枪打死非洲一男子 当特赖特引发的抗议活动进入第8天 包括当特赖特家人在内的抗议民众 继续强烈要求清除警察暴力执法和种族歧视 布鲁克林森特市当天宣布再次实施宵禁 18号该事件也在北凯莱罗纳州罗利市引发抗议及冲突 警方派出人员驱散抗议人群 逮捕多名抗议者 18号是伊朗建军节 当天伊朗多个军队驻地举行阅兵仪式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参加阅兵的军媒装备方队 没有徒步方队 无人机装甲车辆电子战设备 国产导弹等装备在首都德黑兰的阅兵室上亮相 伊朗军队当天还展示了三种新的导弹防御系统 这些系统据称可以摧毁包括巡航导弹在内的各类低空飞行目标 欢迎访问欧视TVYouTube频道 您可以在YouTube上搜索Manda Han Dele 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 了解中法资讯 敬请关注欧视TV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